怎么那么少呢 里长有没有广播 我们亲爱的里长 有没有广播 告诉你要带玩宝贝 没有 没有 没有听到 有没有 早上来 早上我们去市场去 好 那没关系 好 待会我们从台北三峡送来的饮料 绝对物操所 不是一般我们外面的市售饮料 我们是从咖啡店叫来的饮料 有没有不一样 咖啡店来的饮料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姐姐说的对 真的很好喝 但是待会我们以先有带环保杯的来装 没有带的也没关系 下次记得 因为我们中心里是环保顶级的 做得很好的 你们也可以看到你们居家环境 礼拜六都有人帮你们打扫 但是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谓志工出来 都是他们自愿 拨出自己的时间来为大家服务 是不知心的 他们是完全没有领薪水的 我们有人就说 在打扫的时候 怎么会有李明说 你来你来我家这里很脏 这对吗 是不是自己居家的环境本来就要应该由自己来打扫 大家不要急 送奖品的时候到了 大家最爱送奖品 但是这个奖品我希望说我第一个先送小朋友 你们很多的观念要在从小就要养成 今天来听的几乎都是以我们大人 回去灌出小朋友好的观念 以后一辈子受益无穷 好来 刚刚讲到我们的戒烟电话是几号 先小朋友回答 好那个哥哥来 来到前面来 来到前面来 好我女儿也会背的 好我女儿即将要上幼稚园 跟着我们演戏演久了 他也会背的 好来大声跟大家讲戒烟的免费电话 不用急啦 卡过去不用开急啦 好来 08006363 对吗 0800636363 63是禁烟节 为什么要取63 有些会谐音帮帮我或是怎么样 6363三个63 我们要少打一个 奇怪怎么一直call power打回去去 家人有这个需要 秘书就是戒烟走过来的 你先分享一下好了 戒烟完你有什么人生就变彩色了 好我们早上欢迎一下秘书分享一下 谢谢谢谢我们最认真的美惠小姐 在座所有的叔叔伯伯还有大哥大姐们 大家 五官大家好 好 其实我自己戒烟也戒了我看一年是12个月 这样加20 总共刚好戒了21个月 那其实这个戒烟的过程最大的受惠者是我老婆 因为我老婆常常会说 哦你以前抽烟的时候 那汗臭味 汗臭味是很重的 然后嘴巴 哎那个 因为长期会跟老婆在一起 然后那个嘴 因为我们讲话那个就是烟味也很重 那还有在着我们跟选民说 像一些叔叔伯伯啊阿姨啊要跟我们谈说 哎这个马路又怎么样 然后这个路又怎么样 当我们的嘴巴吐出去的气 那个伯伯阿姨一闻到很臭的时候 其实的话他们是不想跟我们讲话的 真的 那我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可以感到跟以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在还有因为我自己有偶尔去跑步 你就会发现要废佛量真的会很好很好 那刚刚 刚刚我的老板有看过玩笑说 哎那七十岁以上的人 其实就不用太在意了 其实应该是说七十岁以上的人 慢慢的借 慢慢的借 那你现在是三四十岁的 一定要一次就要断掉 真的一次要很早就要断掉 那七十岁八十岁 其实就是数量数量尽量减少 数量尽量减少 那今天要真的是对自己 对你的儿女 对你的妻子 对所有所有所有 爱护你的人都非常非常有益 那我也不打扰 因为今天是属于我们中心里 所有的好朋友的时间 那我们认真的美慧在哪里 美慧在那边交给美慧 我给美慧的展赛好不好 他真的非常非常用心 非常非常用心在我们这个中心里 帮所有的长辈办了很多的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 还有我们团圆所有的职工 也是非得非得非得辛苦 谢谢你们 感谢所有的职工 谢谢 谢谢 这个真的是活生生的见证 真的活生生的见证 真的 他瘦很多 我就说 因为我是想减肥 我看到他 我说 你怎么突然之间瘦这么多 有什么卑鄙要跟我讲 我说没有 我就是因为戒烟而瘦身 有些人是说戒烟完会发胖 我真的常听到是戒烟完越来越胖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他是戒烟加运动 所以他越来越恢复那个年轻的实质 样子 譬如说瘦了7公斤 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要补充讲一个东西 我在补充讲一个东西 因为我在戒烟过程 我确实体重从79降到69 10公斤 这个10公斤的过程中 那这个中间是运动加淀粉的减少 因为我们淀粉的减少很多 那我们在座 因为上个年纪的大哥大姐 你们可能在血糖上的人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你们可能在据点的时候 你们只有量血压 血压对不对 你们都会量血压 可是你们不会去量血糖的 其实我是建议你们 久久一次还是要量一下血糖 血糖是非常重要的 血糖关系到你肾脏的部分 关系到太多的 你看很多食症的人 其实都是在之前 没有注意到肾脏的问题 都是注意到 那我把淀粉给减少了之后 但是我自己会控制 我自己会控制体重 如果都是一点上气的 那我隔一天 我会吃两餐的蔬菜 没有吃肉 没有吃饭 单程吃丝瓜 或者是湖 湖湖 湖湖跟丝瓜 就是我当做正餐 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就马上丢下去 丢下去 所以说 所以说 但是我看各位身体都是非常非常好 也没有特别胖的 我发现到在座都没有特别胖的 那大家长辈 淀粉可以减少 那大家多注意注意身高 所以说 祝福大家 所有长辈们身体身高 和家伙伴 谢谢 好 我们谢谢 那个我们的猪蜜 跟大家讲一下 常常听到是几首言 谁可以回答我 二首言 三首 二首 来大姐你觉得很坏 你今天有福气了 我妈妈很会做那个客家米糕 来 请你吃 我们环保垃圾 来 来 刚才谁讲三首言 这大姐觉得很高 来 你把无 当然 这个是姿势 他觉得米糕很好吃 我妈做的真的是有口碑 来 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二首烟 有没有是在旁边闻到有没有 你知道三首烟多可怕 所谓三首烟 是那些烟味 留在墙壁上 留在你的家具上 留在你的衣服上 我们所有的居家的人 我们所有的居家的人